陈情望线心甘情愿 第23集 脸红心跳 合不合适我自己心里清楚 魏无羡道 江城道 怎么了 你做这个不就是想快点赚够钱与他的家庭拉近距离 尽快地追上他吗 怎么现在放弃了 是他不愿意还是你啊 我那时只是赌气 现在觉得赌气实在是太幼稚 我为什么要证明 给那些人看啊 自己过得好不好成功与否 也跟追不追的上米神没有半毛关系 以后不要再提了 而且我现在还不稳定 发展方向都还没定 只是偶尔赚了些流量 换了些银子 还有太多不确定性 我也不敢保证能给人家幸福 魏无羡道 如果他愿意等你呢 江城问 魏无羡严肃地说 你不要再给我瞎掺和 我自己感情的是我自己不清楚啊 哦哦 明白了 你急什么啊 我不顾那么一说 你说不合适就不合适吗 我不掺和了 江城信信道 网剧这边进展得很快 签完合同之后 魏无羡就禁组了 江城跟着过去待了两天就回了 然后就蓝忘机在身边跟着 演员都是新人 相互都不认识 魏无羡算是里面较为出名的一个了 大家对他都很友好 没几天都熟悉了 因为都是涉事卫生刚入行 那些勾心斗角的现象极少 片场的氛围还算轻松 魏无羡由开始的不太乐意 慢慢就适应了 还很开心 蓝忘机就服务好魏无羡 跟大家都不亲近 很礼貌 但谁也不靠近 大家私下里叫他高冷助力 拍戏的进度完全不按小说来 拍摄的第三天就是情感戏 女主家要迁到很远的地方 那天晚上月光很美 男主约女主出来 两人回忆着在一起的点滴 难分难舍 女主依偎在男主怀中哭了 男主吻去他脸上的泪水 与他深情对视紧紧拥着他 开拍前导演有给他们讲戏 让他们想象着自己的初恋 或者喜欢的人离开的场景 魏无羡没谈过恋爱 总是入不了戏 不是用力太猛就是看不出感情 对视也体现不出深情 女主还在上大二 很青涩 很害羞 演得也很生硬 两个人一遍遍地抱 一遍遍地卡 导演气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凶巴巴地看着魏无羡道 你怎么回事啊 他小一点指望你带带呢 把他都带偏了 你没有喜欢的人还是根本没有感情啊 按着进度两个月也拍不完 魏无羡是那种 越被否定就越叫真儿的人 他给导演赔不是道 对不起导演 我太紧张了 回去调整一下 明天一定能过 蓝旺鸡看着他跟女主抱一次又一次 心情也很不美丽 回到酒店跟魏无羡道 要不 不演了吧 可能你更适合唱歌 魏无羡倔强地说 我不想遇到困难就退缩 我一定能演好 今晚咱两个对 蓝旺鸡眉毛挑一下 我俩 魏无羡看向他 姿态很软地说 不好意思 我知道不是你分内的事 你就委屈一下吧 我把你当成女主 你可以不用感情 我就试着投入进去 既然来了 不能一事无成回去是不是 把他当女主 眉头拧在一起 还没开口拒绝魏无羡就拉着他的胳膊道 哎呀 好啦 拍好了给你奖金 蓝旺鸡感觉到他的语气 已经把自己投入了角色 不禁汗毛树立 难怪演员之间容易产生感情 这 若是没有免疫力压根顶不住 你明天就要走了 我没什么好送你 你从前说喜欢我的小木马 我今天把他送给你 希望他今后带我陪着你 魏无羡已经进入了角色 此时应该是女主接过木马开始哭 而后魏无羡把他拥入怀中 吻过他的泪珠与他深情对视 然后两人再紧紧相拥 这段蓝旺鸡已经回飞了 他默默地接过魏无羡递过来的木马 看向魏无羡的眼 魏无羡的目光与他在空中相处至了一下 准备开口时却忘了词 脸瞬间红了 急忙转头掩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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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色